用白菜调馅这样做馅饼 各个薄皮大馅 柔软劲到吃得真香 先来和一下面 300克面粉加3个食盐 200毫升的温水 搅成没有干面粉的面团 拿到面板上揉晕揉透 把面团揉光滑 然后搓成长条 切成大有相当的面积 把每个面积都整理成圆形 放入蘑菇油的盘子里 面积的表面也配一层食用油 盖上保鲜膜 密封醒半个小时以上 接下来把清洗干净的白菜 先速着切成细条 再横着切成水丁 全部切好后放到大碗里 加适量食盐 淹十分钟 沙一下里面的水 一根胡萝卜洗净 切成水丁 泡泡好的木耳也把它切碎 现在白菜也腌好了 基础里面多油的水分 搅好的白菜加一勺食用油 搅拌均匀 先放在一边 锅里有热倒入鸡蛋液 快速地搅成鸡蛋碎 放入胡萝卜木耳 和葱花 炒出香味 放在锅里晾凉 泡软的粉条段 放入油和老抽 防止粘粘 搅匀后倒入白菜中 晾凉的鸡蛋胡萝卜也倒进来 加入少一点的食盐 五香粉 胡椒粉 和生抽 蚝油 一勺鸡精 来调一下味 白菜这样调馅 五零食包饺子 包包子 刷蟹饼 都很香 看一下面已经好了 用油熟面 炎的性很大 拿一个面剂 放到没有油的面板上 用手指甲按大按薄 里面放入调好的馅料 查了一下 放入五大勺的馅料 像饰瓶这样 把馅料包裹起来 再整理成圆形 放入提前用热刷油的电米盛里 表面也配一层油锁住水分 盖上锅盖中火烙 烙着一面上色 翻过来烙另一面 两面都烙着金黄色骨大包 蟹饼就做好了 这样做的蟹饼太好吃了 一次都能吃好几个 外皮特别的薄 里面满满的馅料 如软劲道 凉凉也不硬 凉凉 昨天的薄金 都会érrounded 写着 凉凉 这种薄金 都在白金 一位